比赛当中我们来看看第二场比赛 第二场比赛是圣者组的比赛 圣者组的半决赛 靶本对阵Duck的比赛 我们首先看一下出现点位 红色的重组就是来自于SKT1战队 先进炙手可热的重组选手Duck 是存在了左下角的8点钟的位置 而右下角蓝色的神组选手就是 来自于KT战队的定海神针 State靶本 现在KT战队的荣誉队长 不应该是荣誉队长 是正式队长 可以在KT战队单次大任的 持有长相酷似传奇队长若峰的把本 才能够当这样的一个重人 一上来看到了提速狗开 这个Duck的整个运营 跟其他的同组选手不太一样 他都是一个提速狗 然后出两条小狗这样的一个运营方式 这个运营方式 说实话我是不太会了 所以不太好给大家讲解这个运营方式的 为什么要这样运营 哎呀队长是 上次队长是PGGAP 这个赛季已经改成把本了 什么一波 大可直接选择了提速狗一波 他可能是看这个States啊 看他的开局 感觉 这个二极地防的不是很好 所以直接选择蟑螂狗一波 打出了一招虎鹤双形 这招战术已经很久没人用了 虎鹤双形这招战术真的很久没人用了 大可这个就是一直在做表情 他在战队联赛当中全部是出两条狗 然后运营的开局 而这一盘直接转了一个一波 这个可能是States在赛前的准备上面 准备不足的 我感觉死了呀这个 家里面直接走VC想跳引刀 这死了呀这个 完了 虎鹤双形 这大可会运营会Rush 这怎么玩嘛这个游戏 七个蟑螂已经在往外走了 不对是八个蟑螂 我眼花了少算了一个 八仙过海 要变火蟑螂吗 还是不变直接一波 往斯里恩吧 好了走走走走走 虎鹤双形 开炮台吧 直接点水晶 让你开炮台 让你点水晶 让你开炮台 死了呀 这招虎鹤双形怎么挡得住嘛 第二个炮台什么都打不到 农民打一半 红雪的就来来变这个火蟑螂 被点掉了一个火蟑螂 砸一下砸不到 杀了13个农民 达克这个再往上叠 再往上叠 这个红雪的骑士可以拉过去变火蟑螂了 好变了 漂亮 还是上去了那么多蟑螂 再变火蟑螂 这个火蟑螂变好了 完了变好了 没打掉 这现在源源不断的接狗就好了 只要接狗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达克一个农民都没补19个农民打到底了 这就19个农民打到底了一招啊 这张地图Rush的确很强 激进 1比0 虎鹤双形 1比0 微微的喝了一口宝矿力 主要还是我觉得是在赛前啊 那个赛前那个靶本啊 他肯定战术准备上了面来说的话 他准备的是对方两条狗 然后三框运营 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直接上来选择的是 狗独暴 哦不是狗独暴 这个蟑螂狗一波 这个没办法 这个属于战术准备出了一些问题 大克这个ZVP如果他还会Rush的话 那就更强了 你根本摸不准他的战术 他又会Rush对吧 又会运营 你就很难摸准他的一个套路 就要回家了嘛 拿了 主要回家在煮 煮甲鱼 他说他见过最大的甲鱼 十斤 他在家里面竟然在补胜 我靠 九亚悄悄的就在吃甲鱼 我怎么招得住他们 好来了 第二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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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颜粧 大家购着 我们还 motto 哥非要 record 我们繁 Q 我们还是戏 别等 不预期 没关iy 总 rahat rian ości 诶 我 就是 来看一看啊 这边红色的重处大可是 重处在右下角的 右下角的这边的 就算右下角还是左下角 应该是左下角 八点钟位置 我现在怎么左右也不分的嘛 现在我只能说下方和上方 下方的是大可 上方的是这个 法本啊 左右不分最大原因 就是上次被麦老爷啊 被麦老爷那个搞了 你知道吗 麦老爷跟我讲了一个理论 然后现在我也左右不分呢 我感觉这个同济大学毕业的学生 说的话呀 还是有那么点道理 干嘛你们看不起同济大学是不是 我告诉你们在上海滩 看不起同济大学的 学生啊 那只有复旦大学可以说这句话 交大的同学们都要 都要想一想才能说这句话 麦老爷 再怎么也是在同 也是在同济毕业的大学生 在上海滩 走出来 那也是排名前三的学校 这就是为什么麦老爷那么自信 焦大又玩爆同济的 那你妈 麦老爷好歹也是前三的 除了焦大跟福袋 你们有谁看不起麦老爷 你们再站出来再来一个 看不起麦老爷的 华东正法不符 我靠原来麦老爷跟我说的不对吗 财经大学也要站出来 也要站出来拍一下麦老爷 华东理工 华师大 我靠那么多人都站出来 要鄙视麦老爷 这跟说的不对呀 麦老爷跟我说 他是前三的学校呀 好了回来了啊 大可又来这招 大可选择的是一个 三分钟前的蟑螂潮 他还是要打蟑螂狗一波啊 25个农民的rush吗 我感觉大可又要rush 他这个蟑螂潮太早了 哦他是用那一招了 我知道了 他是蟑螂狗打正面 然后直接空头小狗打双线 还是以rush为主啊 他赌对方vs开局赌对了 而且对方第一时间出的是先知 来了蟑螂狗 为什么大可现在每盘都rush嘛 这三开开不起来呀 八本的三开肯定开不起来 先投一波狗 然后直接张蟑螂狗一波 走远了就给八本 二基地里面的守住都不知道了 还三基地 好贴边头 看不到 哇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我只能说经典 研究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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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出现了五条小狗 八本没搞懂 这什么鬼 家里面终于戳了一些农民 正面我们看正面蟑螂已经在顶了 这顶死了啊这个 这死了呀这个 又打死了 哎呀ZVP太简单了 这个游戏 开炮台也没用直接被蟑螂点的 完了 现在远远不断的狗王李洁 你怎么办嘛 再把你这根水晶点了就好了 还有几个蟑螂呢 解决不了了这几个蟑螂 二十四个农民走了 虚空也出不来 GG2比0 这游戏还有什么好玩的 挖到两个一波就死了 原来ZVP只要打狗蟑螂一波就能打赢了 拔本你没搞懂形式 脸都打歪了要出去撒个尿什么的 要冷静一下 要冷静一下 这狗蟑螂一波就把我往死里干的 这个属于 这下场怎么办嘛 我觉得已经懵逼了 拔本已经打不来这个游戏了 跟他认识到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 懵逼了啊 懵逼了 一压就压死了 有观众这样解说太简单了 我靠你们没看出这个Duck的精妙之处 你们就说这个解说简单 这场比赛啊 展示了SKT1身后的这个教练组 他们他们这个组织的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心理战这个层面 他们在战队联赛当中 让Duck打了多少盘这个 前期提速出两条狗运营的这个战术 然后从第一盘 他们就给拔本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第一盘这一招Rush 就已经把拔本的整个节奏打乱了 KT的教练组 根本就没有准备Duck的Rush的这个打法 你们看似是一个很简单的两盘Rush 实际上则是两个战队 两个韩国甚至是世界顶级豪门之间 教练组之间的一个对抗 你们总是觉得这个过程那么简单 就像小李飞刀上官金红跟小李飞刀的最后一战 你们看到过过程吗 不就进个房间出个房间就结束了吗 真正的高手对战 就是一击致命 哪有那么多花花肠子 哪有那么多过程 对不对 你们每天看金庸小说看多了吧 真正的高手对战 就像古龙的小说里面 就是这样的 决战这个紫禁之巅 是不是一刀过去就结束了吗 哪有那么多 哪有那么多花花东西吗 你还左手画方右手画圆 还要打出 还要打出乾坤大挪移 这个比赛才能结束吗 不是这样的 一击致命 这才是真正的武学 巅峰 哎呀是这样的呀 古龙的小说都是一瞬间就结束的呀 古龙从来没有招式的呀 真正的高手 古龙写的最好的是心理层面的博弈 对不对吗 就像我说的 这个KT跟SKT1的对抗 在上周 在几个星期前 他们教练组就已经开始了 最后真正的这个决战 就是一波就结束了 金庸上来 他们就是 打你们了 三天三夜都没打完 哈哈哈哈 古龙不会不大局 只会这样 哎 你们没发现一个问题吗 古龙的小说都是高富帅 然后 然后他妈的 上来他们的剧情都是一样的 上来是高富帅 天下无敌 然后遇到一点什么事 然后就开始落魄 然后就不行了 然后再高富帅逆袭 然后金庸的小说 全他们是屌丝逆袭 在金庸的小说里面 就没有高富帅这个词 高富帅都死得很惨 特别是帅哥 金庸的小说里面 主角 没有帅哥 你知道吗 唯一一个帅哥 杨过是主角 男一号 可惜他是个残疾人 剩下的就母友帅哥 段玉他妈又不是主角 我操 段玉哪里是主角吗 天龙八部里面的主角是乔峰 乔峰帅吗 乔峰只是豪情万丈 一点都不帅 张无忌是个娘娘枪 怎么帅了 张无忌是个娘娘枪好吗 一点都不帅 这么优柔寡断的一个男人 怎么可能帅 张无忌还没有令狐冲帅呢 令狐冲只是潇洒 也不帅 狐匪帅个毛帅 妈的你们根本就不知道 金庸最恨帅哥了 因为金庸自己又长得那么丑 金庸自己说的呀 他最讨厌的就是帅哥 韦小宝那是无耻好吗 韦小宝是贱 长得就跟周星驰一样的 怎么帅了 哎呀跟你们说了点 金庸自己说的呀 他里面就没有帅哥的 他里面 又黑光了 没有黑啊 金庸在采访里面自己说的 他最恨的就是那种帅哥 每天能够泡妞的 因为他小时候泡不了妞 小时候长得不够帅泡不了 金庸的那个 金庸的那个亲戚 有个亲戚叫徐志摩 徐志摩的笔名就叫云中鹤 金庸最后就把徐志摩 因为徐志摩不是有点 有点才气有点帅吗 到处泡妞吗 然后金庸的亲戚就是徐志摩 表哥还是什么的 然后小时候老是欺负他 给他留下了童年的阴影 然后他就把这个徐志摩 你妈的写成了 写成了这个云中鹤 在天龙巴布里面 就是个色鬼 四大恶人之一 金庸小时候最恨的 就是高福水 这都是有迹可循的 在他的小说里面 真是这样的呀 是云中鹤呀 徐志摩的笔名 就是云中鹤呀 徐志摩就是那个什么 写那个什么 什么我来了又 我来了又 我又走了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弱志什么 我不带走一片云彩 感觉感觉有点失意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人 虽然我对这种东西 一点都不感兴趣 我是个粗人 从来不看这种东西 在我的解说里面 没有诗和远方 只有粗暴的解说 只有粗暴的解说 好了第三场了 我们看乌雷娜 哎呀我的天哪 又是一张可以Rush的地图 乌雷娜怎么办 我想想啊 我估计这盘 这盘大可要打运营的 我估计要打运营的 在一张最容易Rush的地图上面 反而打出了一个 惊天地气鬼神的 偷逼战术 偷经济 这才能体现 SKT1教练组的 博大精神 要这张比赛地图 还要Rush的话 这就没道理了 谁都想得到 这张地图会Rush 对不对 已经在两张 最不可能Rush地图上Rush了 为什么会在第三张 那么容易Rush地图上Rush呢 这没有道理 现在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 现在靶本心里面啊 满脑子都是蟑螂狗 要一波了 所以我觉得 大可如果打得聪明一点 这场比赛就是 吓一下靶本 出两三个蟑螂狗 往上面一走 那么靶本估计就慌得一笔 一慌你经济 农民就暗满了 就用这样的一个 虚张声势的战术 怎么又是提速狗吗 怎么又提速狗了吗 大可又是一个提速狗开 我要学习一下 他这个开局 如果我学会了 我的ZVP又可以 再上一层楼了 我的运营本来就很好 我主要是不会Rush 学会他这个Rush 我就再上一层楼 提速狗开 拔本看到 我靠拔本看到这个采气 你妈现在慌得一逼啊 不知道对方要怎么打 还是先把RGT先放了 就暗制自己的套路来 哈哈 还放个他照片 你妈脸都打歪了 你还放这种照片 你放那么帅有什么用吗 那么轻蔑的一个眼神 现在他脸都是歪的 还是一样的 出两条狗 先搜一次对方的农民 好 两条狗搜到农民了 先把农民赶走啊 赶走了再跟你搞 打掉 我们来看看 把本 什么又是张罗潮 替房子速度 张罗潮 又打双线 不这是什么吧 不会又打死了吧 然后就张罗狗一波 又打死了 你不要这样打 这样打大卫星会削的呀 如果连续三盘三比零 就这一招 ZVP无解 那大卫星肯定会削你 这个战术的呀 你长点心眼好不好 你留点手好不好 又是19个农民 往死里枕 这招不是玉女心惊啊 难道投女皇 玉女心惊不是投狗吗 他直接投张狼 四个张狼 两个女皇 两个女皇六个张狼 这算过的呀 我擦了个区 这个玉女心惊是什么战术 玉女心惊第二成 天女下凡 我靠这是什么打法呀 我又学会了 在乌雷娜上面 投的是四个张狼 投狗还可以还还手 你妈投的张狼怎么还手吗 再下了两个女皇 好了尴尬了这个 哎哎女皇操作有失误 女皇操作有失误 哎呀死了个女皇 操作有失误 这女皇死了有点伤啊 哈 卧槽 你叫你要事情 本来两个女皇在的时候 怎么都打得伤的 好了呀 这没用了呀 这个 这没用了 让你压得操作 好你们烦啊 这个战术 哈哈哈哈 好贱的战术 我只能说 学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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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中不注意 就被砸两个农民 不注意就两个农民 烦的一逼 那现在来说的话 还是 我看农民数量啊 29打34还行 其实没打到太多农民 哎呦 咋到了 没打到几个农民啊 还是拔本优势 这个时候 拔本防得还不错 但刚才也是 由于这个 大克自己的问题 他走位啊 损失了一个女皇 不然他可能还可以 加两口血 会把这个拔本打得更伤 我学会了 操作不过来 这个操作又没什么难度的 我肯定操作得过来的呀 好了 这一波过来了 压过来 这有可能压死了 家里面再续三个蟑螂 出一个火蟑螂 不过拔本也没想 把他打死 看看有蟑螂就走了 没敢上啊 因为他这波兵也死不起 如果死了就不用打了 看看大克会不会通过 自己的运营 把这场比赛运回来 大克这个运营 真的有点好 我只能说 在前期 什么都没占到便宜的情况下 他的经济 包括他的兵力 都咬得很紧 八本这边家里面是直接双VS 出凤凰 而大克家里面刺少塔 科技还是很快的 所以这个八本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先知也打不到什么东西 这个运着运着感觉就运营回来了 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农民吗 52个农民了 已经 这感觉 大克的助卵就没有停过 我说他这个助卵有点强 不然的话很难 你在前期开局 就19个农民的情况下 运营成这个样子 好 但是你没办法解决凤凰了 你刺手解决不了 现在必须要缩到防空塔下面再说 但是还是要被抬农民 就没办法 看大克用什么战术 大克运营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话 好 提速的一个房子往下走 他被凤凰抓了 没有侦查到东西 但是给自己争取了一些时间 让自己的刺蛇慢慢的成型 大克这边好像也没去刺蛇 还在补农民 他刺蛇去的很慢 可能是没经济的原因 他先把农民补齐再说 把本往上飞一下 看对方的兵很多 你也飞不到什么东西 飞不到什么东西 兵还是很多的 整个运营真的很好 农民已经63个了 而且看到你刚刚才开三级地 现在就凤凰怎么解决 看他能叙述多少条刺蛇 十条刺蛇一许 大克这个农民补的真的好 好 疯狂上来 再骚一下 也没骚到太多东西啊 这就打回来了 人口138对122 农民62个 战斗人口也差不多 而且关键是整个科技上 就没落后什么 这怎么运营回来的 把本关键什么都没骚到 这个是关键的 他出了那么多凤凰 完全没有骚扰到对方 这边 这兵已经很厚了 打着打着第一次就要出来 但把本的兵也不少 而且有大量的一个凤凰 18个尺度 这要刚正面了 关键是凤凰的数量很多 大克又蓄了9条刺蛇 出来的话这边有20条刺蛇 直接飞连 直接飞连 大克看到了 往后缩 女皇顶脸 我们看这边操作了 这个完全可以操作 阵型上大克是完美的一个阵型 完美的阵型 看正面能不能挡住了 凤凰很多啊 凤凰很多 刺蛇现在又出了一波 凤凰在倒 挡住了 我操那么强 3比0 3比0 扣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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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气 我只能扣气了 十九个农民都能运营回来 太他妈牛逼了 这个运营 这都挡住了 这是什么个重组啊 这个是个 哎呀学不会啊 这个ZVP真的学不会 什么 MVP又赢了 MVP把秘密打赢了 MVP1比0 Secret啊 我操 韩国多塔那么猛 老子不信 你让韩国多塔夺个罐给我看 你妈的 他要夺了罐 以后 以后我想想 以后我妈的这个 有点虚啊 他Secret都干了 以后没有干 让我考虑一下 明天再告诉你们结果 我先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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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考虑一下 妈的 不要急 妈的 现在有点虚 他们打得有点好 等我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那我先吃饭去了 我先吃饭去了 好了啊 各位观众 我先吃饭去了 过一会儿 912会来的 大概我估计 912会在 晚上八点钟左右过来啊 你们也可以吃饭了 然后晚上八点钟左右 再过来看那个 912打 912打这个接班人啊 晚上八点钟 晚上八点钟 拜拜拜拜 各位拜拜 912晚上八点钟过来 他在吃饭呢 他吃好饭就来了 拜拜啊 各位